非常渾厚飽滿 那我這碗蝦仁羹也是喔 你看 它的蝦子直接是外露的耶 我這個羹也是 表露無遺 我們直接來吃 欸嘿 早晚要幹嘛 哈囉大家好 我是Pauline 我是安琪啦 我們現在在 上次來到萬華這邊 我們光是攻略車站 周圍的美食就已經吃得很滿足了 麵線 香腸 涼味 所以通通都滿足了 而這次我們則是要深入 華溪街這條均離50年的老商店街 看看這裡不管是老店或是新店 有什麼美食可以分享給你們的 那我們就出發囉 GO 今天第一家帶你們去吃的是 6點半就有營業的 花溪街鹹洲店 這間鹹洲店呢 可以說是60年的老店新開 早上能吃著鹹洲 配上紅燒肉跟炸蝦 今天一早就帶你們去體驗 滿滿的古早味 古早味喔 聽說很厲害耶 我們要做功課的 但還是 不開 而且又沒有電話可以打 但沒有關係 我們還要準備 下一間 安徽淮南牛肉湯 那這間店呢 它不是只有賣牛肉湯 它裡面竟然還有 蔥燒餅 還有老麵胡椒餅 可以搭著吃越搭越好吃的樣子 剛剛還在開始營業前 就已經有人在排隊的入座了耶 聽說什麼 luego 你 比如說 我們點了餐都上桌了 我們點了是牛肉湯加燒餅 再單點一塊蔥燒餅跟兩個胡椒餅 跟牛奶雞蛋餅 招牌的都在桌子上了 欸 我跟你們講喔 這邊真的是不誇張 11點半準時開 但是在11點半之前 已經有大排長龍的人了 終於是還好我們準時來耶 因為再晚一點點來可能就真的點不到啦 後面全部都是訂單 欸 客人真的是絡意不舉 誇張 沒有停過 那我們就先從這碗冬天最需要的牛肉湯開始 它裡面的配料其實很簡單耶 就是牛肉片 然後乾絲 然後一些青蔥這樣子而已 對 但整碗湯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清澈 我們先直接來喝一口 湯清澈濃郁 到底想用它來漱口 超好喝 超好喝 欸 清燉牛肉湯呢 它真的厲害了 就是它牛肉味真的是會慢慢從湯裡面散發出來的 那它湯整體是不會太鹹的 就是會有牛肉的那個甘甜味 它的牛肉片呢切得非常的薄 但是上面帶有筋 雖然微脂飽 可是呢吃得到它那個口感 嗯 非常的好吃 然後再來必須說一下它的乾絲 這個乾絲也是增加口感之用 灑得非常的多 所以整碗吃起來一點都不無聊 清淡而濃郁 再來呢就要搭配這個蔥燒餅一起來吃了 欸這一組這樣只要100塊 欸這個餅啊我剛剛拿起來 我嚇到了 它不是油膩感的耶 我覺得它裡面的蔥給的是很多的 重點是它外面的白芝麻也撒得滿滿滿 不手軟的等級 我跟你講老麵的韌性就在這了 就跟我們的生命一樣 非常的柔軟但是有韌度 我以為妳說跟我的脾氣一樣 很韌性 好吃 但是要配湯 對 但是的話呢我覺得稍微有一點微感 我們來沾湯吃 難怪他們是一組搭配 它這個餅呢就是你們看非常的薄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呢 它那個中間的蓬鬆感是比較沒有的 但是它的麵香非常的夠 所以呢你愛蔥香 愛麵香 愛芝麻香的人 你就會非常愛這一款 他們真的是天生以對耶 一定要這樣子點 而且這樣還省五塊 再來還有兩塊餅 我們先來看這個胡椒餅 我剛剛說的韌度呢就是這個胡椒餅 我跟你們講 我剛剛這樣子壓 你看我手這樣放掉它會自己彈回來 你們有看到嗎 雖然肉塊不是這樣塞得非常的滿 不過你看它的麵皮也是非常的薄 所以吃起來呢肯定比例非常的好 它都是大條的這種肉 有筋的 它的胡椒味 好重喔 真的很重 它那個胡椒味是完全融入在肉裡的 巴得滿滿滿 我真的是只咬一口那個胡椒味 蔥刺滿嘴 外酥 內刃 肉又軟 蔥又香 嗯 這可以說是接近100分的胡椒餅 欸這樣一口吃下去啊 你外面是乾酥的 裡面是濕軟 超像交響樂的 層次非常的鮮明 好吃 嗯 胡椒餅必點好不好 再來他們還有一個牛奶雞蛋 這名字太可愛了 一定要點一個 而且呢它跟胡椒餅這樣三個一臭 三顆100 就直接這樣點 兩顆胡椒餅 一顆牛奶雞蛋 一樣這個麵皮你們看 有彈性到不行 然後非常的香 裡面是沒有包餡的 就是非常單純的麵包 我們來吃吃看 我剛剛看到外型這樣捏 我以為很像槓子頭耶 結果沒有 它裡面濕潤非常多 而且帶有一點微微的甜度 不會很甜 欸我很喜歡這一款耶 這個好好吃喔 這個你完全可以買回去自己去勾奶油啊 勾什麼醬都非常的好 草莓醬 藍莓醬 這是半厚甜點 嗯 這個也必點 嗯 這個好好吃喔 然後呢越嚼越香 那個老麵的香氣我跟妳講 真的是無敵 咬一口不知道 嚼越久越知道 欸你們要來這間的話 一定要準時來 甚至要提早啊 不然真的會買不到好不好 我們大大推 大推大推 好吃 好吃 不要大二喔 不要大二喔 還是那麼很慑 這些 往前走幾步 我們第二天來到了適多利耕麵 這間耕麵的老闆呢本來是做鐵板燒的 但因為年紀大的關係 手開始漸漸的需要休息 所以改做了羹湯 他們家的招牌呢 就是這一碗軟絲羹湯 那我們也多點了一碗蝦仁羹 紅燒獅子頭 跟他們也推薦的乾麵 這碗羹湯呢 你們看這樣撈起來 大概有六到七根 可是呢 每一根都非常的大根 非常渾厚飽滿 那我這碗蝦仁羹也是喔 你看 它的蝦子直接是外露的耶 我這個羹也是 表露無遺 我們直接來吃 我的蝦子也在這 它是整汁的耶 它是一個軟絲啊 是整汁的 然後呢 你吃進去多了一點滑順感 非常的新鮮 然後咬起來就是非常的有嚼勁 整碗這樣子 我跟你們說 雖然八十塊 你們會覺得有點貴 可是我必須說 它每一根都是紮紮實實 讓你吃到整汁的軟絲 那我這邊的蝦仁羹呢 它不是你外面吃到那種QQ的蝦仁 它是真的蝦子 所以你吃進去呢 滿滿的鮮味 很好吃耶 而且老闆超注重 他完全沒有加防腐劑跟糖精 只有魚漿而已 最後呢 外層那一個魚漿的部分 吃沐浴的味道也非常的鮮 我只能說啦 整碗就是CP值有夠高 又是正材食料 好吃 超好吃的 然後冬天 來一碗熱熱的羹湯 狗狗也想喝 真好 然後來一塊 再來呢 就是要吃他們的獅子頭 以及乾麵了 欸 這樣搭配在一起 色跟香都有了 只差味了 而且這一碗乾麵35塊 這樣台北市 超大碗耶 超大碗耶 就哪裡找35塊的乾麵 然後那麼大碗 連豆芽都有 它上面剛剛的乳汁呢 已經把我拌進去了 好不好 好 顏色呢 非常的漂亮 來 好好吃耶 先說它的麵條的部分呢 完全沒有煮爛 保有那個麵條的彈性 它的乳汁我覺得很厲害 香而不鹹 而且也不油膩 對 我覺得它是剛剛好非常適中的 跟麵拌在一起 最後再點上一點點的辣椒 我剛剛想說辣椒怎麼加這麼少 欸 火辣耶 鹹真的很鹹 鹹的辣椒 那不要忘了這個小菜 獅子頭 它剛剛一顆放在桌上 我覺得超有黏菜感耶 你看綠配紅多漂亮 然後再切開的時候 你真的煙冒出來 超療癒 欸 我好喜歡喔 還沒攪完就先比賽 我覺得他們家的汁是做得非常好入口的耶 真的是味道都是慢慢出來 它不會一下就給你操縱 超鹹 沒有 它味道就是在那邊 然後重點是它肉質的鮮度也有出來 這個獅子頭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它非常的有濕潤度 它外面雖然就是這樣子煎過的時候會有點乾乾的 可是裡面呢 保有的水分非常的多 然後重點是它的調味也很厲害 欸 這個醬汁我都拿著想帶回家狗白飯 對 跟我想的一樣 我剛才想說這個完全 如果你麵味道想再更重一點 就直接倒下去了 完全可以拌麵 直接配著麵一起吃 欸 怎麼配怎麼好吃啊 這個獅子頭的這個肉的甜味呢 然後再配上裡面的滷肉的鹹味 喔 超級搭的 超級搭的 有夠的match 真的不衝突 我跟你講這間呢 老闆娘跟老闆都非常的清潔 這個態度完全給了一千分 再來是我覺得他們很用心的是 在做料理上呢 也有他們一定的堅持 只能驗證一句話 趕端上桌的菜 全部都是自己擔心的 而且他們的態度非常的好 很像回到家吃飯的感覺 超溫暖的 這間我大大大大推 超推 一定要來吃乾麵跟湯獅子玩 這個set 第三間帶你們吃的是 在牛肉湯隔壁跟麵對面的 圓方掛包 早上沒有吃到的華溪街鹹獸在正後方 沒錯 這幾間就是這麼的近 那這間圓方掛包呢也是很厲害喔 它已經連續三年都能到必比登的推薦了 大排長龍的一間 來拍拍看值不值得 來這間店沒有什麼選擇障礙 它就是賣的很簡單 掛包跟湯 那我們就點了兩個掛包加一碗綜合湯 先給你們看一下它掛包打開的樣子 欸 它的空落 然後這個邊邊已經超過掛包的寬度了 因為它那個滷汁啊已經把那個油的部份 你知道嗎 也染上了一條咖啡嘴 下一層的酸菜是重點 我沒有看過掛包給那麼多酸菜 真的真的 控肉躺在酸菜床上 滿滿的酸菜 但必須說他們給的香菜呢 也是非常的多 這部分我先避開一下 就是一定要加啊 沒有香菜也是好吃 來 就多了一味好嗎 我跟你們說 我剛剛第一口是直接咬醬它的那個肉汁的部分 你看這層肥肉 完全不會膩 我膩脂巴它真的是直接化掉 但我一定要推一下它上面的豬皮 欸 超級Q彈有嚼勁的 它豬皮是我要拒絕一陣子的那一種 豬皮為這個掛包帶來了另外一種口感的層次 欸 它的掛包皮是那種鬆軟的 但豬皮又有嚼勁 加上它酸菜是有點淡脆的 整體吃起來的 真的非常好吃 它這一個60塊啊 我跟你講光控肉就不是一個錢 它控肉真的超大塊的 尤其剛剛看到它控肉那個鍋 有沒有一直燉一直燉 我就覺得那個肉一定非常入味 不過我要說雖然他們排隊排很強 可是他們出餐很快 所以我們其實也沒有等多久就拿到了 你就邊看著那個掛包那個蒸籠打開的蒸氣 然後就排到了 你看 好像水影照 再來是它的這個綜合湯 喔 它的這個豬腸也給的非常的多 你看 滿滿的一碗 真的是滿滿的 好 好 好 腸子的部分呢 處理得非常乾淨 完全沒有異味 再來是它的湯 加一點點酒的香氣 味道很濃厚 因為他們的蜜子 我很喜歡它這碗綜合湯的湯頭 它喝進去的有一個神奇的苦味 但那個苦味之後是會帶回甘的 所以我會不自覺的一口接一口 再來剛剛奇拉提到的 它這個腸子的部分處理得很乾淨 直軟 吃起來真的是很脆口 我覺得就是非常新鮮好吃的 跟刈包一樣CP值爆高 好吃 整體來說呢 這間原方刈包真的值得推薦 雖然剛剛一來的時候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想說大家是不是都是跟風仔 一吃發現真的該吃 真的很常在吃刈包 不過必須說他們家的吃起來 確實有跟人家不一樣 以及它厲害的地方 推點大推 大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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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下一間 今天的第四間 帶你們去吃的是北港甜湯 這間也是數十年的資深老店了 聽完我說它裡面的燒麻糬啊 超厲害 然後我就搜尋一下那個圖片 Wow so beautiful 然後是很多人 人潮滿滿滿的 但我覺得在這種冷冷的天氣 喝完熱湯是很棒的 也有很多人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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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北港甜湯的人 也是非常的多 我們趕快速戰速決 不要占位 三麻糬 米糕粥 米糕粥 它的米糕粥就是這樣子滿滿的一碗 然後粥的量非常的多耶 這一碗下去感覺會非常的飽 然後就有一點這個桂圓 三麻糬的部分呢 就上面有一點點芝麻粉 花生粉以及砂糖 來囉 好古早味喔 它這個粥呢 就能這樣軟軟 可是呢 你依然吃得到一點點那個米粒的口感 湯的部分呢 雖然是微甜的 可是甜湯就是要這樣子的甜度才叫甜湯 很好吃 喔 這個東西好適合喔 你們剛剛一定有看到 這個糯米的延展性有多好 它超級Q耶 而且其實我覺得意外的 它加了一點點沙灘 我覺得不會很甜很膩耶 它其實整顆麻糬給的很多 所以你外面裹了一點點的那些花生粉 我覺得真的是 天外一筆 好吃 欸 它超級大顆耶 它很大顆 你知道這一顆有那麼多款沒吃完 拉哩拉哩拉 欸 太神了吧 它剛剛在那邊一直這樣煮煮煮 其實我在拍的時候 我心裡有想說 這樣不會很軟爛嗎 欸 它Q度是如何飽食的 我從剛剛坐到這邊啊 幾乎每個人都有一點麻糬 麻糬 麻糬 頭豆湯 芋頭湯 但是都有麻糬 阿嬤太厲害了 而且我覺得這邊點菜很果然 因為我們第一次來玩 有老闆 我覺得熟客會直接說 阿嬤我要一份熊麻糬 跟一碗米包粽 很像你回家阿嬤煮甜點給你吃那種 下次來我要這樣點 對啊 阿嬤 你等一下加點可以啊 阿嬤我要外帶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年底前再來吃幾次 好吃 好吃 總的來說 今天來到了萬華的華西街 雖然第一間的鹹粥店 嘟嘟好碰到他們休息 不過今天四間吃下來也是非常的滿意 像是第一間的牛肉湯 第三間的掛包 跟第四間的北港甜湯 都是在地的排隊名店 他們不是只是掛著排隊的噱頭 是真的很好吃 那一定要提一下第二間的羹湯 其實老闆已經在地耕耘了二十幾年 不過呢 他從鐵板燒業轉為羹湯業 大概只有一年多的職業生涯 不過時間不是問題 我覺得有用心做的話 大家都感受得到 我第一次吃到呢 他把食材完完整整的包進羹裡 那間羹我真的大推 超推的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 萬華華西街美食特輯 喜歡片記得 訂閱我們按讚放影廳的小鈴鐺 IG、Facebook也有追蹤喔 下一張去哪 那我們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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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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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